刘备在东吴蹦迪一年 终于晚逆返回荆州 关羽张飞率领众人出门迎接 桃园三坑一年未见 忍不住抱头痛哭 哭到一半刘备突然发现 似乎少了一位重要人物 军师呢 为何不见孔明 关羽老脸一红 硬着头皮表示 诸葛亮身体不适 正在府衙等候 刘备一听立刻带领众人赶往府衙 他要好好感谢诸葛亮 如果没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 他恐怕就回不来了 可等众人来到大堂 诸葛亮早已不见踪影 只有荆州的官房大应留在堂上 刘备蒙圈两秒 随后反应过来 一定是张飞和关羽 弃走了诸葛亮 刘备顿时火冒三丈 他知道关羽脸皮薄 便对着张飞破口大骂 尤其是义德尼 我不在是 你们竟让军师饱受屈辱 是也不是 我 嘿 大哥 我就把军师找回来 关羽一言不发紧随其后 很快大队人马来到码头 诸葛亮正要乘船离开 听到张飞的喊声 诸葛亮却大手一挥 下令船夫继续截揽开船 关羽一箭射中懒声 小虎吓得一秒立正 随后众人总算追上诸葛亮 诸葛亮直接扭头 根本不想搭理这样个莽夫 这时刘备也跟上来 替两位弟弟求情 诸葛亮却闭目叹气 连刘备的面子也不给 张飞见状直接跪倒在地 按张飞给你跪下赔罪了 二哥你也过来 这些都免了吧 我去意已决 此心有如 有如这重箭的枯梦 诸葛亮不为所动 这可急坏了张飞 能想到的下跪磕头都干了 可诸葛亮这个小心眼 就是不肯原谅他们 张飞将求助眼神看向刘备 刘备却偏头不理 让他们自己解决 张飞和关羽对视一眼 二人已有办法 成啊 求是求不动你了 那莫怪我不客气了 二人说干就干 一人架起诸葛亮一条腿 诸葛亮毫无还手之令 被关羽张飞强行架回荆州 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